鱿鱼和乌贼是比较常见的海鲜食品 不过它们虽然常见却并不平反 吃鱿鱼能治疗什么 怎么吃乌贼才最健康 饮食中又有哪些禁忌呢 本期四季养生堂 徐文斌堂主就来说说鱿鱼和乌贼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上期节目我们讲了海参 这一期节目就来说说鱿鱼和乌贼 先说说鱿鱼 以前食物匮乏的年代 我们偶尔奢侈的时候 能吃到干的鱿鱼 干鱿鱼我们先用碱水泡发 把它切成那改刀 切成鱿鱼卷 这样一炒它就能卷起来 做熟了以后就好吃一点 这是一个普遍的做法 那会儿能吃到干鱿鱼已经不错了 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 沿海养殖业的这种逐渐的变得发达 人们很容易就能吃到什么鲜的鱿鱼 鲜的鱿鱼和鲍鱼一样 虽然被称作鱼 但它并不是真正的鱼 而是生活在海洋里面的软体动物 鱿鱼的营养价值很高 除了具有含有丰富蛋白质以外 它同样含有海洋食品中 富含的这种钙鱼铁和其他的微量元素 所以人少量 适当的食用 鱿鱼非常有益健康 特别是对那些骨骼发育 和照血功能有点差的人 非常有益 中医讲是骨髓生骨 骨髓还能造血 所以吃鱿鱼能治疗一些贫血症 中医还认为 鱿鱼能够滋补人的肝肾 它有明目的作用 能够使人的筋骨变得强壮 但是吃鱿鱼也有禁忌 现代医学认为鱿鱼里面含有一种叫多钛的成分 如果你没有把它做熟灭活的话 就会导致人的胃肠功能出现紊乱 中医认为鱿鱼本身还是属于一种阴寒含粮的水产品 如果你不把它炒熟烤熟做熟的话 吃了以后就会导致严重的腐泻 所以本身脾胃虚寒的人就应该少吃 另外这种高蛋白的食物如果您消化不了 消化不当 很容易被吸收到体内造成人的过敏和感染 所以本身有湿疹 过敏性哮喘 还有巡马疹的人 一定要慎重吃鱿鱼 还有一种跟鱿鱼长得很像的鱼 就叫乌贼鱼 它又有什么药用价值呢 乌贼鱼比鱿鱼的产量要大 所以价格相对要便宜 老百姓吃的比较多 做这种墨斗鱼最好最常用的方法 大家都知道就是用韭菜来炒着墨斗鱼吃 因为韭菜中医认为它属于心热的制品 能够平衡墨斗鱼的寒性 这种吃法等于是对人的身体效果最好 最健康 最有营养 这个墨斗鱼为什么叫乌贼呢 就是说它体内有一个小枪 就是一个小空枪里面含有很多墨汁 它在遇到危险逃跑的时候 它能把墨汁喷出去 干扰敌人的视线 起到保护自己的作用 所以我们吃墨斗鱼的时候 一定要把里面墨汁给它清洗干净 最后我们再讲讲乌贼里面的骨头 这叫乌贼骨 其实它是我们中医里面常用的一味中药 它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 海瓢硝 它有很好的止血的作用 小时候我们都一人拿一块乌贼骨玩 碰到谁磕伤了 碰破了 就把乌贼骨削成末 涂在伤口上 这个血马上就止住了 作为中药 我们还把它乌贼骨用来治疗什么 胃溃疡的出血 还有那些严重有一种反酸和胃痛的病人 我们最好把它什么 研磨吞浮 能够治酸止痛 促进溃疡面的愈合 另外我们还用乌贼骨治疗体内的各种 瘀血或者出血 导致的这种女性的不孕症 特别对那种女性一来月经就哩哩啦啦不断 一漏漏一个多月 上次月经和这次月经都接到一块的这种病症 用乌贼骨的效果最好 另外配合其他的中药 乌贼骨还能起到什么 去湿气 去湿疹 促进这种疮痒面的愈合 这种效果 所以乌贼骨是一种用途非常广泛的这种中药 大家吃末豆鱼的时候 千万别忘了 把那个乌贼骨剥出来